现在就把这个光标点 光标射出来光点的 对着这个色带的就有色标的那一块 就是那个黑点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你调的时候 照白色部分的话灯就是亮的 照黑色部分灯就灭了 对吧 看到了 上面这灯你看看 你说的是那个红色灯是不是 对对 照黑色灭了 照白色普通部分它就亮着了 对吧 然后你要看代长大概代长多少 然后在这个位置就在机器附近 就那个先把那个光标 光标设置点开对更正点开 然后把那个带长 没点开是什么样子的 没点开就是这样 它就没走光标的 嗯 那点开 对点开 然后呢 带长像我们这带长一般90左右 90的话我们调到8585868788就行了 如果说带长很长的话 你就不要比那带子实际长度短个 呃 就是短短一点点 调短 稍微调短一点就行了 然后呢 比如说现在我上面已经调好了 然后我再开机的话 对不对 机器的话 你看现在是没对整这里切封口是没对整的 它就封到这里 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位置调调调空口调这位置对不对 对吧 我自己关掉先 然后把这封口位置调下来 保证每代带子是一样的对不对 然后我就把 把这封口位置调上去一点 然后再贴近 到封口位置就下来了 还差一点点 再调一下吗 再烧一点点 把这个往上移就行了 就把这个光点往上面移一点点 对对对 反正调高度嘛 它高 它这个跟着高 然后下面封口位置有跟着提高 就是 在细节了 细节了 拆下给他看一下 可以了 细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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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重要 业细节了 哦 挺去的 好 拿过去 好一下 鸡蛋